要说最近大热的古偶剧《苍蓝诀》 我觉得里面最浪漫的一个画面 便是在人间月尊和小兰花一起放天灯的场景了 那么在古装剧里反复出现的这一天灯元素 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天灯又称孔明灯 相传是诸葛孔明发明的 当年诸葛亮被司马懿困在平阳 放飞了无数这种纸糊的灯笼 让司马懿误以为是敌军突围 于是向天灯飘去的方向追赶 诸葛亮得以脱险 因此而得名孔明灯 孔明灯在古代最早多做军事用途 用不同的颜色和文字来做不同的指挥信号 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祈福之用 男女老少在重大的节日写下祝福的心愿 象征着丰收和幸福 剧中月尊和小兰花放天灯 就是在上元佳节 也就是古代的元宵节 真是超级浪漫了 古时候制作孔明灯跟现代差不多 一般是用一个竹灭扎成一个球形的灯架 护上纸防止漏气 灯下点燃松枝 灯内在充满热气 这样就可以冉冉升空了 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 东南亚的国家也把放天灯 也变成了他们的节日传统 而现如今最出名的就是泰国清迈每年11月的天灯节了 随着航空环保的发展呢 国内放天灯已经变成了人们的一种奢求 但是不出国门呢 在西双版纳每年的4月铺水节 还是可以看到万人天灯的盛大景象 在我国台湾呢 每年的正月15的平息天灯节 也是非常出名的 万盏天灯一起升空 漫天灯火摇曳 场面既壮观又震撼 当然了特别提示 虽然天灯很浪漫 但是却有危险 一旦孔平灯落在燃气站 加油站 高压电信和可燃物上呢 极易引发火灾事故 因此在放天灯之前呢 一定要向有关部门做好咨询和报备 好了 这里是小小太学 一个不一样的文博频道